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一次我們要聊的這個議題呢 我認為在實務上還有考試上 尤其考試上大概是幾年前的時候 這幾乎是一個必考的刑法分擇的一個犯罪類型 也就是肇事逃逸罪與那個義務者遺棄罪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我先跟各位簡介一下這個 最高法院106年度胎上至第3585號判決這個要職 這個判決蠻特別的我大概念一下 我們直接從中間的這個部分 而所謂逃逸 係指逃離肇事現場而異軸之行為 故上開規定時接諸駕駛人與肇事智人死傷時有在場義務 在場義務可以各位可以把它劃現一下特別重要 且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造勢 致人受傷或死亡者 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 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 不得任意移動造勢汽車及現場激震證據 道交條例第62條第三項規定聲明 所以說上述這個在場義務之後的這一段 一直到不得任意移動造勢汽車及現場 痕跡證據是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62條的規定而來 是汽車駕駛人於肇事後 有停留現場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 並應向警察機關報告之法定義務 以防損害範圍之擴大 所以說這樣的一個在場義務 還有加上向警察機關報告的法定義務 這個法定義務的法原基礎 就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2條 所以說如果於造勢後駕車逃離現場 不僅使造勢責任認定困難 造勢責任認定困難 這是保護法義爭論裡面的其中一個說法 第二個就是 更可能使受傷之人喪失生命 喪失生命那就是 如果才保護法義爭議的這個討論來講的話 那就是生命身體安全法義的立場 求償無門 求償無門的話那就是 民視請求權確保說這樣的法義保護的立場 所以說這段文字幾乎是把學說上 所有法義本罪法義保護的爭論 全部都含涉要進來 全部都一起論述了 因此 我們繼續回到判決內容 因此造勢駕駛人 應留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護 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 或無隱瞞而讓被害人 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 得知其真實身份 獲得被害人同意後 使得離去 方福塞開 尚開造勢至人死傷逃逸罪之立法目的 因此 如果說你撞到人的話 什麼情況之下你可以離開 而不會構成造勢逃逸罪 首先第一個 就是如果說你已經確認被害人 已經獲得救護的話 OK 那這樣的情況 你就可以做一個離開 而不會成立造勢逃逸 第二個情況 就是你沒有隱瞞 你選擇讓被害人 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 比如說被害人的家人等等 或是同車的其他的乘坐的夥伴 知道你的真實身份 那知道你的真實身份之後 也就是確保你這個人 就是我們之後都可以找得到你 而你現在可能有事要離開 那這樣的話也是可以 揭露你的真實身份 甚至是聯絡方式 接下來第三個 那就是你得到被害人的同意 得到被害人的同意之後 你符合這三種情況的話 你離開就不會構成造勢逃逸罪 就不會構成造勢逃逸罪 好 那我們來回到 我們這一篇要討論的一個主題 就是造勢逃逸罪和遺棄罪之間的關係 為什麼要討論這個議題 是因為你開車撞到人了之後 你逃跑這個行為 你逃跑這個行為 積極來看的話 我們就是說一個 逃逸的一個積極行為 那事實上他的另外一面就是 他們有去做一個救助 也就是他們有留在現場做一個責任釐清 救助或是通知接下來的這樣的一個義務 所以說這樣的行為一體兩面 同時會構成一個逃逸罪 也有可能會構成一個 也有可能會構成一個遺棄罪 如果說被害人已經處於無自救力的情況之下 那就會構成遺棄罪 好 所以說呢 我們在看到我們短文裡面 這個第三點 你在逃逸的時候 你的主觀上 我們來用主觀來去鎖定 我們要去做什麼樣的行法分則的評價 如果你的主觀上是基於遺棄故意 或者是你的主觀上是基於殺人故意 而會有不同的 進行的一個類型 那討論的那個情況也不太一樣 審法分則討論的情況也會不太一樣 我想這邊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遺棄故意 什麼叫殺人故意 殺人故意很簡單 今天呢 他選擇離開這樣的一個行為 討逸這樣的行為 有沒有可能會構成殺人罪呢 當然有可能 因為呢 殺人不一定是要用積極的行為方式去做 也有可能是用一個不作為的方式去做 因此我們今天如果是本於殺人故意 也就是說我要利用離開 我利用我離開這樣的行為 讓你陷於死亡的結果 那這樣有可能是一個殺人行為 即便你的行為的表現出來只是一個離開的動作 你沒有去砍他 沒有去下毒 沒有去打他 那這樣也是一個不作為殺人的情況 因為你的主觀上是基於殺人故意 而殺人罪 刑法第271條 又是一個不定式犯罪 所謂的不定式犯罪就是 他並沒有要求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殺 才叫殺人 你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去殺人都可以 好 那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說你是基於遺棄故意而做逃離的話 那你就是 最後的話我們就不會去論 不作為殺人犯 而是用遺棄罪去做討論 那遺棄故意的意思就是說 我認識到你有生命危險 甚至我有死亡的危險 而我是知道你有這樣的危險 我還離開的這樣的故意 叫遺棄故意 本質上遺棄故意是一個危險故意 我認識到你生命有危險 而我選擇離開 那他跟殺人故意最大差別在 殺人故意是一個死亥的故意 我必須要認識到你這樣會死掉 不是只是認識到你有死掉的危險 好 因此就是我們用主觀去區分的話 就可以區分成 就是遺棄故意的方式 做逃逸的行為 或者是殺人故意的方式去做逃逸的行為 那我把相關可能涉及的行為的一個 排列組合的類型 全部都統整在這個文章的話 就是國字3這個底下 來做一個分析 那各位可以自己去做一個參照 我就不照著念了 好 那希望這個禮拜的這個介紹 對大家的這個刑法分則 主要是針對造勢逃離罪 醫務者遺棄罪 以及不作為殺人罪 三者之間的關係 有個釐清的作用 希望對大家有個幫助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